明门天后,不是阿门天经,大家好,我是天后 之前说点出小世界增减伤的,你这个先人武帅就可以随便打 现在我想再问一次,兄弟,你觉得好打吗?反正我是不觉得好打 遇到那个拿着大长刀的,不打个十几次他过不去 这哪是什么夜魔,明明就是一刀战神 那一打我也差不多这样 然后就是大家经常问的,主动古堡是不是一定就比紫色的好 其实这个很好判断嘛,你就看一下你现在的古堡里面哪一个伤害高 也就是说看紫色古堡的星级以及柱灵比金色古堡高多少 你看伤害就行了,不用看他的附加效果,附加效果其实可以放一边的 除了打野战,平时单挑的时候,他的附加效果是用不到的 那其实问的最多的就是五星的紫色古堡以及二星的金色古堡 他们两个哪一个更好 那如果是相同柱灵等级下呢,是金更好 我以前也以为是紫色高,到后来才发现是金色 不过紫色也不是说不能用,假如说你现在打八荒 或者说你纤某法宝用的是铃铛 那你可以选择图,灭魂,预争 而且五星的冷却效果呢会降低20% 单挑是用不了两次,但是打野战可以啊 顶科高科的输出机会就会更多,所以大家自己权衡一下吧 然后就是说主动古堡它是归类于什么伤害 是独立开来单独的古堡伤害呢,还是说归类于法宝那边 那么准确来说它是归类于法宝里面的 法宝伤害的加成减免都与它有关受它影响 那以前呢是不影响的,大家也都提倡说法宝减免不管它 但现在不管是主动古堡,还有说法宝都需要去提升 因为它们所带来的帮助也是越来越大了 那现在法宝增减和神通增减,谁也别看不起谁,它们都是同等地位了 大家后期为来补功法的时候,记得把法宝增减也给点了 请不吝点赞 拜拜